哈囉大家好,我是華生 我是愛希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高效閱讀的方法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一般多久看完一本書呢? 阿欣你呢? 嗯...我不一定耶 如果快的話可能一兩個小時 那慢的話可能幾個禮拜 或是幾個月 或者是沒有看完的那一天也有可能 嗯...也是挺正常的 如果我告訴你 有一個人能夠一天看完十本書 而且堅持了一千多天 看完超過一萬本書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啊 因為一天看超過十本 看這麼快他真的有看進去嗎? 嗯...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了 看完這支影片 一定會顛覆你對閱讀的認知 那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有準備一份書單要送給大家 所以記得要看到最後哦 嗯...沒錯 那你剛剛說的是真有其人嗎? 是的 他就是一次閱讀十本書的 串連閱讀法作者 他原本是三星的工程師 做了十多年 然後有一天 覺得這個工作對他來說 實在是缺乏意義感 就毅然決然的辭職了 然後花了三年的時間 總共讀完了超過一萬本書 特別是在之後的十年裡 每年他都會寫十本以上的書 而且每年都會有暢銷書問世哦 他的故事聽起來也太不可思議了吧 三年讀超過一萬本 等於一天要讀超過十本 而且不只這樣 他還有時間可以在一年寫十本以上的書 而且還是暢銷書 嗯... 這怎麼可能? 的確是聽起來很難以置信 但這就是吸引我讀這本書的原因了 我想知道作者的方法到底有多厲害 所以呢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讀完了這本書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就是作者反覆強調的 平台思維 那什麼是平台思維啊? 平台思維顧名思義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 外賣平台、購物平台 它是一個集結了很多資源 能夠任你去調動 提高你效率的一個操作系統 簡單來說 如果要通過閱讀來建立一個平台思維 就是在腦海裡面建立一個思維的地圖 建立思維地圖 聽起來很難耶 其實說難也不難 我們每個人大腦自然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運作的 例如你要去某個地方的時候 如果你屬性那個地方 你大腦中自然就會出現這個地方的位置、距離 然後你要通過什麼方式去到那個地方 然後很多地方的細節就會出現到你的大腦裡 有時候如果說我們遇到一個新問題 不知道怎麼解決 其實只是因為我們大腦裡沒有這樣一個地圖 所以我們平常就可以通過串聯閱讀 來擴充和訓練我們的平台思維 那串聯閱讀是要像那個作者一樣 一定要讀十本書嗎? 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那針對這種方法我幫大家整理了七個步驟 你可以聽聽看 第一步是定目標 就是決定你讀書的目的 是要解決一個具體的問題 還是要快速弄清楚一個領域 這就是串聯閱讀法的起點了 例如說我們現在閱讀的目的是要架設個人網站 那麼第二步就是篩選書 從自家網站這個問題出發 找到至少十本和這個主題關聯度較高的書 同時也最好是有口碑 或是認可度比較好的書 那為什麼至少一定要十本啊? 可能是考慮到量少的話 你獲得的資訊不夠全面 不足以讓你建立平台 好 那所以挑出來至少十本書之後呢? 第三步就是快速讀了 通過讀書的目錄 快速地找到這本書和你的問題相關聯的地方 然後這些內容就是搭建你平台 和思維地圖的基本材料 第四步就是做記錄 但是你並不是單純的照抄原文 而且要理解之後再用自己的話書寫出來 第五步就是從我們記錄的內容中創新知 我們從筆記中可以挑選出 對於原本的目標問題最重要 而且最必要的內容 互相的串連思考 創造出新的知識和方法 像是很多書裡都提到了A方法是有用的 但是你自己實踐了 是覺得B方法對你才有效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知 那最後呢? 那最後就是建平台和再驗證 也就是說把上一個步驟 整理出來的關鍵內容結構化 可以用時間先後來排列 也可以根據主題或者類型來分類 就像是畫思維導圖一樣的 盡量就把它們關聯起來 最終是形成了一個思維地圖的框架 然後驗證就是當你提出一個新的問題 就把它帶入到你的平台裡面 看能不能成功的解決 如果不能呢? 就可以重複第二到第六個步驟 再優化或者重新搭建你的平台 我大概聽懂了 而且我覺得他講的這個串聯閱讀法 跟如何閱讀一本書裡面講到的 這個主題式閱讀很像耶 都是你閱讀前一定要帶著一個問題 然後同時閱讀好多本書 對 其實在這本書裡面 也提到了很多常見的閱讀方法 例如你剛剛說到的 主題式閱讀 還有超寫式閱讀法 樣子閱讀法 編輯式閱讀法 整個式閱讀法 等等等等 而這個串聯閱讀法 據作者說 是他集結了所有的閱讀技巧 成效最驚人的 終極閱讀法 當然也是最太遠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感覺喔 我感覺他這個方法 也可以解決很多人說 讀了書之後記不住內容 或者是讀完之後 不知道怎麼應用到生活裡的問題耶 因為他就是要你帶著明確的目的去讀書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 我記不住裡面在講什麼 因為你可以邊學邊用 沒錯 那這個方法對你有沒有用呢? 其實大家可以馬上利用 我們今天所說的七個步驟來試試看 接下來我也想做一個挑戰 我要持續七週的時間 每週確定一個問題 運用串聯閱讀法 去蒐集相關的書和資源 然後固定 每週花一天的時間 讀完十本書 再錄一個影片 把我們的挑戰心得分享給大家 不是我們 是你的挑戰心得 OK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喔 好的 好然後一開始我們有提到 我們今天有準備了一本書單要送給大家 那裡面總共有六大類 然後有五十六本的書 都是我們自己閱讀過 然後很推薦給大家的書籍 大家其實也可以根據這個書單 看看有沒有對應到你最近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運用我們今天說的這個串聯閱讀法 找到十本書來試試看實際實踐一下 更下載的連結 我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不要忘記幫今天的這支影片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順便follow我們的IG 那我們就下週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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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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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巡派的 這件部便是 在 나옜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